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全力推进一项针对华为中心等中企业产品的采购禁令 又让一众美企措手不及 7月10日代表上千万家美企的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急忙出来喊停 并要求政府推迟该禁令的实施 上述禁令将禁止美国政府的承包商采购华为等中企设备和服务 路透社7月9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特朗普政府正在敲定这一规定 其一旦敲定将于今年8月13日生效 届时将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使用华为 海康威视、大华、海能达、中心五家中国企业的产品 这些美国政府的承包商需证明其不会使用华为等中企业的产品 除非获得政府豁免权 眼见禁令计划生效日逼近 美国专业服务委员会与美国国防工业协会等组织 纷纷跳出来呼吁禁令延期 前者代表四百余百家为白宫提供服务的美企 后者则是代表1650家美企的非盈利组织 旨在促进政府与国防工业企业之间的交流 10日 美国防务新闻网发布题为 承包商称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进展太快的文章 并指出 美国专业服务委员会与国防工业协会 都认为当前不是封杀华为等中企的时候 而是应当更加关注美国如何从新冠疫情危机中恢复 国防工业协会认为美企需要更多缓冲时间 并称对华为等中企公司的禁令应该至少推迟一年 这些美国政府的承包商企业们也开始抱怨 政府对华为的禁令快过头了 上月 美国专业服务委员会主席戴维·贝尔图 在接受华盛顿特区电台联邦新闻采访时 则介绍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 于2018年8月就已经通过 其中 该法第889条规定的要求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设定于去年8月实施 禁止美国政府承包商使用政府资金购买已被禁止的设备 第二阶段将于今年8月13日生效 进一步将禁止美国政府承包商使用此类设备 贝尔图称 当时美国参议员们曾直言不讳地说 不要对中国手软 虽然贝尔图不反对该禁令 但他认为应该将禁令延期六个月 并称一些承包商甚至想要延期一年或更久 贝尔图指出 禁止承包商使用一词 在法案中没有任何明确定义与具体规定 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令承包商们难以判断 并引起争议 同时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令人担忧 且当前尚无任何代替华为等企业产品的解决方案 此外 若美国政府的承包商们需要进行设备更替 其成本也十分昂贵 值得一提的是 贝尔图还在采访中承认 这一禁令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然而 当前美国公司已经陷入困境 且他们并不清楚该怎么做 如何做何时做 美国专业服务委员会也不确定这项立法是否能在8月13日完成 由此 贝尔图称 之后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利好中国 而不是伤害中国 此外 美国防部负责采购和委副部长 也曾支持延长此禁令实施期限 他称 这不是因为有人想对中国或华为手软 而是因为当前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 该法令很难执行 该部门副部长艾朗·洛德则表示 如果法令准时生效 将会使国防工业基地陷入混乱 对此 路透社也列举亚马逊公司的列子表示 亚马逊在4月份才从大华公司购买过一批测量体温的设备 但亚马逊云计算部门又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云计算承包商之一 然而 即使美国政府可能在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承包项目找麻烦 但其实也要全力推进这一禁令实施 金融时报11日的文章指出 一些美国政府项目的承包商 企业要求政府延期对中企建立 但白宫仍在继续全力推进这项建立 当前 美国政府要求其承包商证明与华为等中企没有业务联系 目前 华为已经成为台积电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客户 年均贡献的收入占比超过了两位数 根据台积电本周公布的6月营收报告 合并营收12008.78亿新台币 环比增加28.84% 同比大涨40.77% 分析师认为 台积电此次营收大涨 主要的工程是紧急追加订单的华为 毕竟 第一大客户苹果5纳米A14芯片 尚未量产出货 产生收入增益 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 华为作为买家 购买数量多付款及时 对于新技术是舍得投钱 佳能作为华为以往的供应商之一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华为对新技术的追求 选超其他企业 一旦有新的技术出现 华为会直接购买 而在近期 美国不仅仅是对华为方面的制裁 同时还要求中国留学人员不准继续在美国留学 为此 哈佛和马沈带头起诉 以及滕孝纷纷反对并采取法律行动 美行政当局被迫撤回原来的行政命令 恢复此前国际学生的签证制度 由此可见 美国是否全面禁止华为 主要在于华为在美合作商的游说程度 一旦他们联手继续反对 那么华为或将面临新的局面 我们应该意识到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 竞争必然是存在的 合作共赢与企业生存修期相关 白宫认为 有效的贸易壁垒 也许短时间内会让某些利益相关方面获利 但从长期考量 过分的破坏平衡将会导致产业格局发生变化 许许多多始料未及的后果也将一一展现 最近 海外的5G市场可以说一天一个样 各个国家的态度一天一个变化 着实让人琢磨不透 就连特朗普也没辙了 法国对华为的态度虽然比较融合 但是实际上并不友好 法国政府控股的电信运营商拒绝了华为 并且跟爱立信以及诺基亚达成合作 当地政府就不建议使用华为设备 相信当地的运营商们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个时候 作为法国四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的 布依格电信以及SFR表示 目前还无法彻底摆脱华为 他们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通信设备中 有近乎一半的设备都是来自于华为 如果现在拒绝华为 不仅影响他们未来5G设备的维护 同时也会降低他们5G网络发展的速度 更不要说将要承受巨额的损失 布依格电信以及SFR的表态 无疑打了德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 想要脱离华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法国也不敢斩金截铁地宣布 停止跟华为的合作 由此看来 法国跟华为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转机 就在因法拒绝了华为之后 德国方面也正式表态 德国早前就例证华为的清白 在美国四处造谣 华为的设备存在安全问题的时候 德国老牌安全机构就证明了 华为的设备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 如今德国电信也宣布 将会考虑跟华为进一步合作 华为向来是以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的态度来跟各国合作 如今德国表达出了善意 华为自然也会给予相应的回报 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 据悉 华为对德国电信做出了承诺 如果德国人未来在使用网络时 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华为承担所有的费用 这也是华为为德国人制定的无忧计划 展现出了华为非常大的诚恳 美国一直想要诬陷华为的设备存在安全问题 阻止其他国家跟华为的合作 然而深圳不怕影子鞋 华为也不怕被人造谣 就像任正非所说 华为的5G技术领先全球至少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所以也让华为有了挺直腰板的底气 不管受到怎样的打击 只要这些国家不想要在5G发展中落后 希望借助华为的5G技术 就没有办法拒绝华为 就连美国在5G领域都没有办法与华为看衡 更不要说欧盟这些国家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